怪獸機具不斷開挖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捲入農地爭議 一波微平一波又起 如今他的親妹妹柯美蘭 也被人爆料指控 名下擁有的新竹 茄冬斷土地似乎也跟柯P 所強調的居住正義北倒而馳 他是在茄冬交流道下來的地方 那他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他距離目前 號稱用十八萬坪造證的新竹地堡 只有騎機車五分鐘的距離 這裡就是柯美蘭名下擁有的土地 靠近新竹茄冬街西冰工程 又乘R1道路 由前市長取名才來規劃 打算從新竹美山聯絡到 連接到茄冬 不過新建過程中受到農民抗議 加上環境評估沒有過 在林志堅任內取消 但現在由高鴻安市長執政 打算恢復R1 不過其中一條路線 從柯美蘭的農地開車到新竹地堡 只要五到十分鐘 附近地主說其實這塊地 是由柯爸爸當年買下的 跟柯文哲的停車場農地理由 借口幾乎一模一樣 因為父親親友需要周轉而請柯美蘭醫師買下 這二十幾年來一直是閒置的狀態 土地上方還有一支高壓電塔 並沒有任何開發利用的價值 黑美蘭交由發言人代打回應 似乎擔心害到哥哥的土地針 亦在此延燒 但客家土地到底還有多少 會不會任由名嘴一次又一次的起底 才被動回應 恐怕成為選前的零雷焦點 近新聞圈您張傑文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